罰嫖不罰昌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提出的配套 反而是贊成了性交易制度 我們提出的合法配套 就是罰嫖不罰昌 我剛剛聽你講完之後 我明白了 但是我不贊同 我不贊同 我們其實在設計論點的時候 一定都是覺得東西可以打 所以我也希望評審 就是說發揮這個思辨的想法 去想一想為什麼 他會想要打這個想法 而不是一開始就是選擇抗拒 我覺得不是不能思辨 但是你有把話講清楚嗎 是沒有錯但是 所以我覺得表達 好好說話的意思就是 我也想要思辨 但是 你在說什麼 批評可以誤解不行 所以我希望的是幫助大家 能夠把這個誤解降到最低 我們盡全力地表達了 那被誤解我們就不會遺憾 在我發表想法之前 我們對的大天有一些想法 對 因為剛剛就是葉導演 也是講了很多就是 我們是為了這個池方做扮演 講出來一些內容 那也是希望大家透過這個命題 去瞭解雙方的立場 但是當賀瓏的這個 罰飄不罰昌的這個想法出現的時候 大家第一個時間就是 罰飄不罰昌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提出的配套 反而是贊成了性交易制度 我們提出的合法配套 就是罰飄不罰昌 我剛剛聽你講完之後 我明白了 但是我不贊同 我不贊同 我們其實在設計論點的時候 一定都是覺得東西可以打 所以我也希望評審就是說 發揮這個思辨的想法 去想一想為什麼 他會想要打這個想法 而不是一開始就是選擇抗拒 不然這樣子的話 其實在某些打法上面我覺得 就是你們說的很難打 的確很難打 那為什麼很難打 我們要這樣子打 所以這是我覺得 可以去思考跟討論的 我覺得不是不能思辨 但是你有把話講清楚嗎 是沒有錯但是 所以我覺得表達 好好說話的意思就是 我也想要思辨 但是 你在說什麼 OK 我有嚇到 但我認為就是代表說 他也真的很重視這個比賽 賀龍的意思不是說 這件事情就是這件事情 他並不是要傳達這個 而是說這件事情合法了 那這些問題出來了 怎麼辦 我當下很直接想要跟 評審說的 批評可以 誤解不行 所以我希望的是 幫助大家能夠把這個誤解 降到最低 我們盡全力地表達了 那被誤解 我們就不會遺憾 其實我最抗拒的 都還不是這個 我抗拒的是 你把 詮釋性交 跟性交易混為一談 這個是我個人 非常抗拒的 me too這個運動 到現在我覺得 其實還有很多人在受苦 所以我們更需要 更把它清楚地定義 幫助很多人 那但是 我覺得厚龍你的打法 是讓我們更了解 所以你提著思辨 我們也要去學習 我個人啦 我不知道其他的評審 是怎麼樣 我其實比較抗拒 就是把詮釋性交去跟性交易 對等 這個東西反而是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我不是在抗拒這個價值觀 而是對我來說有沒有效果 就是說你提出了 罰票不罰倉 對我來說效果是什麼 我覺得 我好像又在聽另外一個題目 所以其實並不是說我覺得 罰票不罰倉是錯的 或者是什麼 我對他並沒有價值判斷 我只是覺得說 可是這個效果是什麼呢 或我們想聽得更清楚 明白 就是講這個的配套 越錄越久我發現 隊友一直在幫我講話 比起開心 我更對他們感到愧疚 因為他們其實不需要 因為我的行徑 去跟評審有摩擦 但我想提一件事情 就是即將邁向總冠軍賽 如果在未來的質詢答辯環節當中 我覺得對方離題 我可以一直用離題去打 還有就是 有的時候答辯者 他有時候會想要逃避問題 我們在辯論賽裡面會稱之為 惡意逃避問題 簡稱叫做惡逃 答辯者如果惡意逃避問題的話 裁判他也會著語扣分 其實大家有分辨能力 就是如果說他就是不答 他就是不答 那我們覺得他在迴避 但是他如果 剛好是在這個 我們剛剛講就是 全市性交並不等於性交易 所以他說你離題 我們接受 但如果說 將來舉了一個例 我們覺得他是可以被討論 可是他不回答 那我們就覺得你在迴避 明白 我相信大家還是有這個分辨能力的 我也想要提一件事 不好意思我可以回一下嗎 因為我其實剛剛都是有想過之後 我才會說他離題的 因為全市性交這個東西 其實現在就算性交易 不管合不合法 它都會在職場上發生 那這個東西 為我們現在討論的是 如果今天性交易合法的話 有領有牌照的人 他從事性交易 這樣子這個有沒有錯 但是上對下的這個東西 我覺得完全不在我們討論的 合不合法的範圍內 因為他就是不合法 他就是一個不是性交易工作者 人被問了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當下會覺得說 這東西不相干啊 就是離題了 田中長我想提一件事 就是我們現在 那麼介意的原因就是 我們終於在播出之後 第一次錄影了 我們有排山倒海的網友 會質疑我們說 我們的論點沒講好 我們的東西沒做好什麼的 我們也試圖解釋 但是事實上 我們沒辦法及時的去做回應 我們必須要做這件事情的原因是 我們想讓觀眾知道 我們在意 我們認真 我們真的努力的 去寫了每一個論點 我們不是不經大腦的去寫出 每一個論點來 我想要告訴大家 是不管黑隊白隊 我們都做到這件事情 其實你們可以看到 就是比如說 白隊一輸就罵評審嘛 黑隊應該也是就罵評審 所以這樣就變成說很奇怪 都被你聽到了是不是 沒有人 所以說 對…沒有剪掉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是第一個罵的 結果其實是他們 對…我沒有嚇到 什麼意思 我不在看播出 其實我還會跟不同的隊員 有私下的聯絡 或者是我們反省監討 我想德哥也知道 就是說我們自己在評審休息室 甚至每次吃飯的時候 我不是自己在那邊 比如說打遊戲或是 妳都還在討論 我會跑去他們房間去問 剛剛那個是怎麼回事 或者是我都會聽 德哥畢竟是專家 所以我也會再不斷地思考 而且不瞞你說 如果說我有在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我自己 剛剛是那麼想 可是經過德哥一講的時候 我其實直接拿起來改分數 因為我知道 OK 原來這個是可以 那可是不可以 因為我覺得評審長這個位置 真的也是很糾結 你們自己知道 有輸有贏 其實沒有哪一對 是受到神的眷顧 就是看你臨場表現 而且為什麼我們私底下 會常常聚在一起聊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自己不足 包括你們剛剛這個題目一公佈 我們是跟專家 一直在討論說 這樣的題目對嗎 台灣已經合法什麼時候 我們沒有時候 我們馬上去拿便當來吃 沒有 真的 所以請相信 我們也在學習 我們也不一定是對 但是我們趨近於真理的道路上